德甲球队已经陆续开始备战新赛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德梅今日的焦点有哪些? 一、拉姆日前对勒夫的批评,在德国引发了很多讨论,名宿马特乌斯在自己的专栏中表示,德国足协应该将拉姆请回任职。 二、图片报评论文章同时指出,在拉姆和马特乌斯之外,德国足坛中另外的大佬赫内斯和鲁梅尼格都还没有就世界杯出局发声,但希望他们有向德国足协传递过自己的意见。 三、距离德国对多德2014年世界杯冠军,过去了整整四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即将到来。 图片报提问,法国还是克罗比亚,谁是我们的继任者? 四、图片报消息称,此前与多特传出飞闻的葡萄牙风险新兴莱奥已经抵达多特,但多特方面对此并不知情,据悉,双方此前没有就会面进行约定。 五、汉堡封县小将阿尔普转回拜仁的交易,有望在下周敲定,汉堡要求拜仁将此前的报价250万欧提高一倍。 同时,拜仁已经决定今夏,将不会把18岁的阿尔普外租。 六、孔帝从切尔西下课,萨里出任新主帅。 七、西梅马卡报日前报道称,哈梅斯想要回到黄马,但图片报表示哈梅斯在拜仁感觉很好,并不想回黄马。 同时,只有拜仁有权决定哈梅斯的决留。 八、门星从尼斯签下25岁的前锋普莱亚,他的转会费高达2300万欧。 这创造了门星队史转会费的新记录。 九、夏季备战的第一场热身赛。 多特一比宁击败奥地利维也纳取得开门红。 主帅法夫尔表示,球员只做好了踢半场球的准备。 格策在比赛中尝试六号位,他出任中路的防守中场。 当地媒体西德汇报表示,现在还不确定,这是法夫尔给格策的新定位,还是格策在队中尴尬未知的体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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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